清明节扫墓祭祖缅怀先人为重要的传统祭祀节日 而瑞士乡公所推动公墓公元化 向上争取取得5000万元经费 并且在110年发包动工兴建那股墙 而让乡亲民众也忧心清明扫墓会不会受到影响 乡长吴万德表示 不仅不会受到影响 清明节当天也将会在现场 分别进行法会以及追思弥撒祭祀祀祀祀祀 110年东宫新建的瑞士乡公墓 那股墙设施工程进度接近尾声 乡亲民众忧心清明扫墓会受影响 乡长吴万德表示 不仅不受影响清明节当天 乡公所也将会在现场分别进行祭祀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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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推动公墓公园化 也因公墓塔位不足 因此向上争取获得5000万元经费 110年年底动工新建纳谷墙 尊重宗教多元化 区隔规划西式以及八卦造型的纳谷墙 建置总共7760个柜位 目前整个工程进入军工验收阶段 逐步朝向公墓公园化的目标迈进 纳谷墙已经6月要完成了 我们现在会再来做一个树葬的设施 让我们现任有一个威劳好 然后现在我们的工 我们的工房会做一个像工程 是让我们追思 还可以去那里出土 顺应公墓公园化的趋势下 现代社会环保预知抬头 乡长万德指着那股墙中间的空地表示 未来将积极争取经费 增设环保自然执障区 以及园区绿美化 要与周边环境相互结合 营造清优绿化景观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 好 好